让师傅先进行 好 同学可以把麦克闻掉 好了 我们看一看 我们现在是在学佛第一步 好 我们还是依然在 最好修学哪一中 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 对于八大宗派是不是有进行给予介绍 并且有谈到一部分历史的东西 所以上一堂课里面有提到 就是回师 三论 花园及天台 真言 净土 禅宗 甚至是律宗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再继续看 好 有请就是幽地读一读了 你请 是晚唐以下的中国佛教 禅宗特禅 特圣 聚而禅静何意 晚静 禅中处了既禅及虚云 静中处了映光 绿中处了红异 天台处了地弦 华园处了月侠 为世处了欧阳无尽见 但从大致上说 在民间仍以禅静二脉的影响力较大 在学术界则以为世的影响力较大 密宗虽也盛行 但是非常混乱 最值得 现在我们小话 因为我们这些都可能会读蛮多虾的 会解释蛮多 再画点重点 公学你读完的话就把麦关掉了 因为会很多杂鱼 好 同学在这一段里面就开始提到几个人物了 那首先第一个这一边呢 我们要特别值得请出的呢 就是虚云老和尚了 来同学看一看 这一位呢就叫做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啊 大概是百多岁才往生呢 那么呢 在就是我们讲 在清末的时候啊 通常举四大高生 其中一个就是指虚云老和尚啊 会特别把它拿出来提 它本身主要是餐话筒啦 那虚云老和尚它有什么独特呢 虚云老和尚基本上啊 它在大陆里面 去蛮多寺庙进行修建的 那么呢 它曾经有到过就是 像啊 它有去一个地方进行修建 这个地方师傅也特别过去 就是看他修建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就是叫做基柱山 不过是中国的基柱山 在云南那边的 大理这边 就是这个基柱山的 看看基柱山有什么特色 放猴子 它有一个塔 这个塔是楞岩塔来的 师傅有到过这个地方 我们呢可以坐缆车 或者步行上这个基柱山 这基柱山山顶 这一个什么 很特点来的 这是山门 我们从这边山门上去 那么这个基柱山呢 也就是因为 殉老和尚的缘故 出名了 是跟殉老和尚有关系的 好 殉老和尚呢 其实有在这边 上这个基柱山 去进行整修道场 所以我们在基柱山这边 有看到它的道场 主要是去它这个道场的部分 同学看到吗 如果你飞啊 在马来西亚呢 它是往 它是靠近缅甸的 反正是中国大陆 靠近缅甸的 这一带的 好 殉老上啊 它在这个地方啊 它有个地质蛮独特的 那个地质是出家地质 那它死的时候啊 它身体啊 它可以用特别的神通 让身体化成灰 但是化成灰之后 虚老和尚跟他讲 哦 你不要让这个灰 变成灰险 他说 它要让这件事情 让更多媒体报导 让大家对佛法 生起信心 那么呢 这个法师真的办得到啦 结果三天里面啊 他往生 不过他往生间 他有家世的 有太太的 但是过后呢 他很静静的修行了 那他修行 每日每夜都在 诵经啊 念佛号啊 慈咒之类 那这法师过 真的是成就 就是这个身体 已经把它焚化 但是不变成灰 然后有媒体记者报导了 那么媒体记者报导了之后啊 殉老上跟他说 好 你可以走了 那么呢 他就马上啊 通过神通 把身体变成灰了 好 他是这一位法师 好 就修行法师了 好 就这一位 好 就是这位了 同学 嗯 他用三类症活来 扫自己的身体了 好 那师父过去就看看 有什么痕迹可以找得到 这样子了 好 所以同学以后啊 你们跑去掺学啊 也可以去找这些 圣人留下的足迹 嗯 那么呢 他走着当天 突然一声 一声 巨响 过后呢 薰老上其实在他走之前已经知道哦 这个人很独特的 他要他要走了了 那么呢 在山间里面呢 很多人上山进行朝拜了 那拜完之后啊 记者采访 那么薰老上说 好 你可以化成灰了 他马上整个人就变成灰 蛮惊讶的 那么薰老上本身是禅宗的大德 那么呢 他本人也是蛮多独特的诗迹 其中一个就是呢 在他年谱记载 他有上到去抖帅田 那么他上抖帅田的时候 还看到玄庄大师在那边 根据他的记载了 所以呢 这就是薰老上 然后呢 他近一辈子里面去了蛮多的庙 而且呢 他也经过十个劫难 他的孝顺是很独特的 他三步一拜 就是懂着那个佛像 朝圣 还原孝顺他的母亲了 他跑的路 整个大路差不多都跑遍 所以这就是跟薰老上有关系的 那他也曾经有录定最高纪录 大概有到七天这样 好像啊 在我们的槟城那边有录定过 不是槟城 就是在我们的泰国那边 他有来过南两一带 所以呢 同学如果是你有这样子讲 这就是他们一些独特的一些余记 好来 同学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这是一位人物 好 同学 这个可以留下来当功课 其中一个选择 第二位呢 就应光大师了 那应光大师呢 是禅宗的大师 是蛮出名下的 应光老和尚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这一位了 应光大师 那基本上呢 他是非常的虔诚 那幅法门 而且是修得非常好的 那我们呢 讲临终 祝你八个小时啊 是由他倡导的 是进宗 第十三祖的 祖师来的啦 第十三祖 所以呢 这是他独特的地方 然后过后呢 还有一位就是 洪一大师 同学洪一大师 是这一位来的 就李树桐了 那应该是说 那么多个大德里面 李树桐啊 就是洪一大师的故事 是最多人看过 在电影里面 所以我看过 李树桐的故事的 举手一下 他的电影 天心明月 没有 好吧 这个也是 第二个功课 待会完了 你可以找 他的电影来看 天心明月 很好看 都不会闷的 因为李树桐 之前是 运输家来的 他男帮女装 做茶花女 就是很高乖的 就是了的了 然后呢 他也是什么 运输家来的 他在中国倡导画 裸体画 所以那些人 都是很惊讶的 因为那时候中国很保守 他们是从西洋学化回来 他有个日本太太 后来他打算出家了 他就把他 这些情缘断掉 他专门研究 就是我们的绿点 这洪一大师 这是一个功课 同学给你看一看 好 这些都是呢 对近代有贡献 的人物 所以这边有稍微提一提 然后过后他有讲 民间来讲 以禅禁恶脉影响力最大了 那禅呢 基本上是只是主食禅 那主食禅呢 基本上啊 就是 不多 一里研究的 就只是修罢了的 那么禅 就是念句佛号 也是修到底 我问问同学 同学啊 多数是住雪龙一带 你觉得雪龙啊 什么信徒是最多的 荣是 你感觉什么信徒是最多的 师父你是说 净土宗外是什么的 是 是什么宗派 什么宗派 什么信徒 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 好 他有提到说 禅宗 同学 你们觉得雪龙一带 参话头的 多不多 你们感觉上 听来的 贵宾 听得多吗 参话头 参话头的不多 师父 不多 对的 这不学看到吗 就中国跟我们现在 都是有区别了 如果你讲多的话 可能搞不好 就是去南川那边 学南川的还不少 对不对 南川有股势力 然后藏川有一股势力 所以基本上 这一些 就是说 禅宗 我们没有看到的信徒 在中国 比如去仙 可能都跑去南川 也就是说 他的人会均衡掉 这样子 那大体上 这就是 这两个势力 是最庞大 原因是因为 这两个中派 不需要读太多书 然后根据一些 学子营就说 中国人是好减的 所以呢 这两个法门 不用读书最好的 所以他信徒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蓬勃了 不过到现在的净土 一般上看来都是 年老老菩萨会居多了 这个法门比较响应了 那在我们这一边 我问你们 净宗的话 我们都是看到 女众多过男众 年老多过年轻 你认为呀 在什么宗派里面 会看到男人多过女人 然后呢 男人多过女人 然后知识分子 又居多的 会是修什么法门 这类型比较多 瑞海你觉得呢 师傅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的 那斯琪呢 你觉得呢 斯琪 我也不清楚 也不清楚 这边有谁 是佛教会的理事 举手一下 佛教会的理事 没有人 不过我在猜 有一两个人问得到 会宾你猜 给你猜 会是什么派系 师傅 我在想 可能是 静坐会比较多 难中 所以认同会宾的经验 你感觉也是如此的 举手一下 静坐 子琳跟会宾 给你们猜 对了 基本上静坐 然后如果是 尤其是英文源流的 吸引到来的 都是比较知识分子多 因为师傅有办静坐班 然后有办英文跟中文 那英文来到很奇怪 都是受教育比较高一些的 有这样子的倾向 师傅 我自己也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 说法也是因为静坐先 所以过后 这些中派 其实我都不懂 对 但我也不懂 是 是这样的 同学一般上 我们北川 如果只是留下念诵罢了 对不对 这些知识分子 他来到 你们都是那么肤浅 又只是念 然后不明不白 他们不喜欢 他们读到书的人 就可能很多跑去南川 所以师傅这边的课程 像阿比达玛 就佛知道这些 都可以融含设到知识分子 那他们不见得要跑去南川 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学习管道给他们 可以了解 同学你看 以往上课 其实是两面 Zone 才放得满所有的人 你看现在已经剩下一面的Zone 其实他去了哪里 因为他们久了发现 师傅的代课方式 比较偏向是知识型 学问型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 对于听闻佛法兴趣不大 你已经待不下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 这个学佛第一步 是走圣的一半 同学你觉得你们是走 你们是独圣的 还是是走圣的 两个都对 应该是独圣吧 独圣比较好听 走圣就比较难听了 好来我们再看一看 然后他有讲 所以我们民间这边 跟他们不一样 然后学术界以为是影响令最大 同学基本上在大马也有学术界 但是学术界不在民间 在大学 那你要找学术界呢 可能你找谭乡的大学 佛学大学 或者是谭乡本身有 Plan Diploma Degree 那些才是属于大学 那么都偏向英文源流 所以学术研究基本上是没有的 像师傅的道场也不叫学术 我们只是一些知识的传播 算是一种通识教育来的 Level都在SRP SPF STPM 这样子的一些 科目有一些是专精 但没有做太过多的研究 叫你们Wiki一下 不算是做学问 所以这就是一个差别 那他讲学术界的话 就是专门做研究 那维师学派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 那我们就基本上没有研究了 你们有谁可以大概讲得出 大概还有什么道场 跟二地的风格蛮像 就是我们开很多课程 有静坐 又练气功 就是蛮多佛学课程我们开的 有谁可以举得到例子吗 除了二地以外 你们所知道的还有哪里 没有 OK你们真好 是哪里都不去的 那就好了 那就 OK 那就这么办 OK没什么好讲 好来同学我们再继续看 好然后呢下面一段 好请静媚读一读 最值一提的 是太虚大师及其门下 他们不再虚拟于某种 某种某派 而是直从佛法的根本精神上 统看各宗各派 打破门戒线 还归各宗的本来地位 太虚大师以善大戏 戏是大乘各派各宗派 那就是法相为宗中 法相空会宗 法界圆诀宗 因此除了为宗及三轮两宗各 成一戏之外 其余各宗 均归法界圆诀宗所设 到了太虚大师的学生 经人顺应法师 又将大称三大戏 更动了一下 称为信空为明论 虚盲为世论 常 增长为信论 开虚大师以法界圆诀为最圆满 应顺法师则以信空为明 为罪 究竟前者一声推重 大称起信论 大称起信论 凹延经 后者 中本 阿含 交易 关 透 半落 拨了空的思想 大家说它是三中论 他却否认此说 因为中国三论中已经陷入了中国的思维 的思想 而非 印度 空中的 原来色彩 敬美 你留意 有些字会道读的 像应顺 你会读顺应 然后呢 三论会读论三 你很奇怪 有这样的情况 放了 好的 好的 东学话好可以送表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来好的各位同学来看一看 这边又提到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呢是叫做太许大师 来我们看看太许大师 那太许大师呢就是在清末 相当独特的一位僧侣 那么太许大师呢 他有做过蛮多的改革了 那么其中一个改革就是呢 他把教育现代化 佛教的教育进行现代化 其实同学你们知道吗 师父在台湾读佛学院 那么师父在台湾读的是叫福岩佛学院 那福岩佛学院的创办是应孙导师 应孙导师的老师就是太许大师 那么以前我们古代在中国啊 教育啊是很传统的 都是很正经啊 坐在讲经台上讲法 那些人要来请法 要拿这一支箱这样子 那到了太许大师啊 他就拿一个 他就在白板里面写个佛字 再把它擦掉 在当时来看呢 是觉得叛经理道不可思议的 他把去巴萨正中央 在哪一个盒子 在巴萨上面站着就开始讲经说法 所以也是很革新派的 那就是因为他革新的缘故 才刷造了我们现代这一批读佛学院的 所以呢就是他有搞佛学院的教育 是属于新一批倡导者 那所以呢师父也很感谢 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那师父才可以受到现在佛学院的教育 那么呢其实啊 太许大师本身啊 他的弟子就应孙导师 那应孙导师啊 今年就是已经 往生的时候是百多岁所往生的 那么应孙导师基本上啊 他们两个最大贡献是 他们把大圣章读过 那读过之后啊 他们发现啊 原来我们大臣呢 离不开三个思想的思维模式 这思维模式主要啊 是说明了因果如何建立 然后呢 如何通过因果的建立 然后呢 如何转向去体验 成佛的经验 好第一个讲法 是叫做信空 那第一个讲法是讲啊 一切的事情啊 全部都是缘起信空 所有的法 都是因缘和合而成 包括我们啊 会出生 会轮回 就是因为因缘和合 因为有无名跟爱的缘故 过后就造业 那造业的话 过后呢 这个身体就出现 然后过后就继续的 进行轮回了 那么呢 不只是我们流转生死 是因缘的 是因缘和合的 它所谓的空 是指因缘和合 所以就叫做空的意思 那么呢 也涅槃本身都是空性的 这是第一类讲法了 那这类讲法 同学啊 如果你读金刚经 读心经 你会feel得到这种感觉的 缘起性 就是信空 第一类讲法就是呢 同学可能你们也听说过 就是OK 这类讲法 同学你已经有听过 这种这样的讲法的 跟空有关的 请举手一下 有几位 OK 一 二 三 三位听过罢了 好来第二种讲法 第二种讲法 它说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佛性 这个佛性就像是一个金框这样 就像一个镜子这样 那这个镜子本身呢 它有尘埃 你只要把尘埃 骂干净之后 那个镜子就会浮现 这个镜子就是佛性 把尘埃骂掉 那个尘埃就是烦恼来的 谁有听过这种讲法的 举手一下 两位 三 四 啊 OK 越来越多人听过 好来佛玉 你听过这个讲法 适合什么经典 举得到经典或者人物 这样的讲法 师父我没有什么读过经典 不知道 哦 OK 好来 听过这个讲法 再举一次手 看看这个镜子的讲法 OK来 就四期 你有听到 所知道什么人物跟经典 跟这种讲法有关呢 六祖谈经 对了 来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六祖谈经 OK 好 好的 就是那个 身是菩提 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 就是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事实情服事 物失了尘埃 其实是五祖的讲法来的 五祖讲嘛 这个身体就像菩提树这样 那么那个心啊 就像个镜子这样 常常把它摸干净它 那摸干净它的话呢 就不会惹到尘埃了 OK好 那么这个寄送洗了之后啊 六祖就进行反驳了 师父 我想 我想问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 不是龙树讲的吗 龙树还 龙树也有讲 不过现在 目前就是这个 比较出名是他们呢 有龙树有讲 信空有的 有的正确 OK好 好 同学这就是六祖了 但是六祖过后 更进一步讲 他说啊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异物 何处惹尘埃 同学这几个寄送 如果这样子听的话 你感觉啊 是像 信空的讲法 还是像 骂镜子的讲法 一号还是二号 一号就是 信空缘起的讲法 二号是骂镜子的讲法 两位举手 OK 好 有一号 有二号 先不要放下来 先你先举下 投票先 看看先 你放心 我通常问那些 不投票的人的 OK OK 好 来 同学可以放下 一号的正确 所以六祖会的进阶是更高了 OK 可能同学啊 都可能都听不清 到底是讲什么 所以你没有办法 可以投票 我们看一下 菩提本无数 就是这个寄送了 同学看到吗 他讲本来数都没有的 然后呢 明镜也不是台 什么都没有 哪里有人尘埃呢 这是信空的讲法来的 同学 这个寄送 你可以放在信空为名 拉下来做一点点 笔记啦 同学 就是这个寄送了 是跟信空有关的 那待会呢 第三个公司 你选择 就是看六祖会能的电影了 你就去找这个电影来看六祖会能 招完了 同学请松表态 好 如果过后同学有抄不进呢 我们有给video clip 然后过后呢 你再可以补抄 好 好 好来 这就是六祖的寄送 来同学 你先看看这个寄送 他讲了 菩提都没有树的 本来都没有义物 何处惹尘埃 好 同学 如果是说本来什么都没有的话 何处惹尘埃 那这样的话 请问我们的业力 是真实还是不真实的 按照这个寄送 好 同学 如果 OK 根据我们这个业力 根据这个讲法 你觉得 根据这个讲法 业力是不真实的 一号 然后感觉 你不知道的 就可以投二号了 一号跟二号 来 可以投票了 OK 好 All right 好 好来 OK 来 我看一下先 来继续投 还没有下 来 一号跟二号 OK OK 好 来 OK 那佩宜 为什么你说 根据这个讲法 业力是虚妄不实 那如果业力虚妄不实的话 是不是表示 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来 请解释 配仪 师傅你是讲一号是不真实 是吗 是 一号不真实的 对 怎么样 投票投错了 是不是 投错 不是 可能不可能 因为 因为我 不是很清楚 我是听到 因为比较多扎音 我一是真实 我就投一号 OK 好的 好的 因为整个技术给你感觉好像不真实 对不对 那如果不真实的话 现在我们的业力造业 是不是不用管它 同学 同学 谁觉得是不真实 虽然是讲不真实 但是我们还是要管 还是受悦力的束缚的 因为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是站在圣意地的立场来谈的 同学知道吗 像这个基颂 是站在圣意地的立场 就是这个字 是站在圣意地的立场来谈 所以他讲全部东西是不真实 本来什么都没 那是圣意地的立场 同学 我们现在是在世俗地 知道吗 我们还在世俗这边 所以所造的毅力是影响 就像一个人 在梦中肚子饿 他还是要吃东西 被老虎追 他还是会怕的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虚妄不实的世间 但是我们还是受 我们本身虚妄不实 那业力也是虚妄不实 我们还是被他影响的 这东西可以理解吗 虽然说虚妄不实 但这个站在圣意地的立场 究竟地的立场来看待 是虚妄不实 但是我们还是被他影响 所以还是按照那个规则 世俗地的游戏规则来跑 OK 可以了解吗 同学 这就是所谓的他的意思 然后呢 刚刚啊 就是有一个是这个来的 身世菩提树 这一个 同学可以抄一下这个寄宋 这个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它就是under这个讲法 就是正常违心论 同学 你在正常违心论 抄一抄 这一个寄宋 同学 这个寄宋 这一个寄宋 是这个问题 有点击 分成 在这样的寄宋 在这个寄宋 那里 我会有点击 这一个寄宋 没关系 我会有点击 这一个寄宋 我会有点击 你能不能够 或者是 在这个寄宋 我会有点击 我会有点击 你不能够 我会有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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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如果按照这个寄宋说 我们的身体就像菩提树这样 心就像明镜台 所以经常要去插它 让它不要惹尘埃 两个寄宋 一个是菩提本无数 一个是身世菩提树 请问 你觉得你的境界是在哪一个 来 就是 嘉玲 你觉得你的境界是在哪一个 师傅是说两个之中选一个 没错 不过我们有些同学会 自己弄个C出来给自己选的 也有的 正常违心 那一边 就是身世菩提树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跟他头头都不要的举手一下 你觉得你是在 身世菩提树的level的 OK 我们有人图一号 好的 同学我们都在正常违心 就是身世菩提树的境界 但是呢 在我们的佛教 北传佛教里面 我们通常念的心经跟金刚经 比较多是在谈信空为名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虚妄为师 那同学虚妄为师之前呢 有提过了 在上面 各位看到吗 这边呢 已经有查过了 谈到一切都是由心 编线出来的 那这个应孙导师本身呢 他们这个派系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他们脱离了中派 所以呢 不站在一个派系的立场 他们直接就站在大乘三系的角度来谈 所以同学呢 有机会呢 师父鼓励大家上成佛之道 那成佛之道呢 就是 它是level 4 你们上的学佛第一 不是level 2来的 成佛之道同学现在 拜五早上在开着课 还在开始上第一章 早上10点15分到12点 除非你没有做工了 那你就可以上一上 因为呢 他本身成佛之道里面 最后一章就特别交代这个 大乘三系了 那同学关于这个楞严经 就是在正常违行的角度来谈 目前楞严经呢 就比较多 不要有人推广了 就是三卫啊 震水记啊 红伯法师 他们那批 就在推广这楞严经 就是属于正常违行的 有参加过楞严经的 举手一下 有吗 看几个 没有人啊 你们这批人好像都不广学多文的 没有什么参加 好啊 其实 所有同学有疾问 你也可以去试试听一听看 好 因为你们现在应该是要多 多看多听多理解 好 然后呢 这边他有讲 如果是太虚大师 比较推崇的就是楞严经 大乘起心论 那如果这样的话 师父就稍微也介绍一点点楞严经 现在蛮多人进行推广了 楞严经 来楞严经 楞严经呢 就是楞严咒的来历了 那楞严咒呢 基本上啊 这是最长的 住在佛教里边 那么呢 有些会念咒心的 这边有念楞严 就是说有持咒 有持过楞严咒 有听过之类的举手一下 你有念咒的举手一下 我看看多不多 举高点 一位 师祺 翠 比两位 三位 怎么那么少人的 哎呦 你们这般人到底在修什么的 未来文句都很少反应的 好 同学基本上 如果你有持咒 多数听过论言咒 因为他的咒很长 很powerful 那同学 其实啊 前一阵子 在七月的时候 因为是诡计 哎呀 我也不懂我的佛 有是不是心理作用 至少有两三个 找师父 因为他们 给鬼干扰 哎呦 真的是烟王 那么呢 他们呢 其实他们是身体体质 比较敏感 真的feel得到的 他们讲 哎呦 师父 我看这个鬼戒是真的 因为我平时啊 没有 看那些鬼 没有那么疮狂 哇 到七月时候啊 连百天在家都看得到的 他会打造你的 你知道吗 哇 你要打坐 又不是 又做东西都不是 常常吓你的 用到你身去骂他 那早上啊 你睡觉啊 要睡半睡 不睡 他就在你床边那边 看着你这样 哈哈 有时一大板 哎呀 不吓死你 对不对 所以啊 他们呢 我们也发现就是啊 念楞岩咒本身会很powerful 那楞岩咒啊 他的咒星啊 他像个散盖这样 你知道吗 就稍微介绍一下啊 因为大家都是北传子弟啊 他像个散盖这样啊 散盖 所以同学 你念咒星的时候 可以观想一个散盖在你头顶啊 散盖 没有的 像这个这样子 同学 像这个这样 这个就是 这个盖不太好看 我应该放宝川 这个 像这个这样 同学 宝川 像这个这样东西 在头顶那边 像个宝川 这样子 在你头顶 然后你就念这个楞岩咒星啊 就达到可以保护的功效啊 那些东西 安装东西就不敢来靠近啊 OK啊 好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介绍了 那楞岩 楞岩咒星啊 很深的哦 楞岩咒来历就是来自于楞岩晶了 这样子 那一点点介绍 同学看一下 楞岩咒 楞岩晶好啊 楞岩晶好啊 它是具体是 在唐朝时候传到去中国了 嗯 然后呢 汉人是基督推崇的 好 汉人是基督推崇的 好 这就是楞岩晶了 好 然后呢 就是大概是这样 嗯 好 那我们就看一看啊 接着下来还有什么呢 就是有后者中本阿含 好 这个就是英顺导师 他比较重视的是阿含经 好 好 同学如果你要读阿含经诗 你不用跑去大阵帐 因为大阵帐太难读了 好 那如果要读阿含经诗 同学鼓励你去一个 一个地方叫做 庄春江 没有的 庄 这个 那个庄春江 同学过呢 你就放阿含了 阿含 对 它有蛮多阿含经 好 表示说 我们就随便读一部 扎阿含 好 好 来 扎阿含经 第一经 好 这个呢 同学你看一下 你只要在这边点一点 如是我闻 他就解释了 如是我闻 是叫做什么呢 我听到这样的 看到吗 好 然后意思点一点 意思是指什么呢 有一次的意思 然后呢 世尊告诸比丘 世尊点一点 世尊就是指谁 指就是呢 佛陀 那是世尊 Bhagava 然后呢 就是这样 所以非常容易地读 同学阿含经是超短的 好 那么呢 就请一请 就是 月交读一读了 就读这个 这部阿含经 如是我闻 来由请月交读一读 如是我闻 意思 佛祝赦为国 指数给孤独员 而是 世尊告主比丘 常观赦无常 如是观者 赦为正观 正观者 赦身愿离 愿离者喜 贪尽喜 贪尽者说心解脱 如是观受 想行事无常 如是观者 赦为正观 正观者 赦身愿离 愿离者喜 贪尽喜 贪尽者说心解脱 如是比丘 比解脱者 若 异自正 确能自正 我身已尽 瓦行以利 所作已作 自知故 受戏 又 师父 看不到了 好来 你再往下 如观无常 苦空 非我 亦 如是 使主 比丘 闻 所说 欢喜 奉行 好 感谢 来 同学 看到他意思是什么 这一部经 他讲 师尊 是尊高 诸一切的比丘 比丘是指我们出家人 他说你应该要观察 观这个事是无常的 你观到无常叫做正观来的 那你正观的话 你的心会愿离 愿离的话呢 你的贪 会完全完毕 过呢 就是属于心解脱 你不只观事罢了 你要观受想行事 都要这样子观 那观了之后啊 我身已尽 就是我这一辈子完了之后 犯恨以利 就是圣洁的生活已经完成了了 那么自知不受后有 就是已经没有来世了了 不受后有 所以同学 这个方式来读经 会给很多同学方便 那同学 你在阿含经那边就抄一抄了 就抄这个 庄春江 庄春江 工作室 这个人专门的把阿含经 弄成很浅白 方便同学进行解读 这也是其中一个功课 给同学写 就是去庄春江 找一部经 这样来一面点击 一面阅读 这样的 那刚刚我们之前呢 师傅给了什么功课 同学 有谁记得 这个读炸含经 川庄春江 这个是一个功课 之前还有一个什么功课 所以记得开麦回答一下 我都忘记了 给了什么功课 看六祖的电影 对 看六祖电影 哇 你们就爽了 看六祖的电影 对对对 还有其他有一部电影 红一大师的电影 OK 那这个读经比较认真的了 这个看电影也没有不认真 因为他这个电影 你要有够长时间 不过比较娱乐性 就是红一大师的电影 或者是看六祖的电影 不然就读阿含经了 好 这样子 好 来 同学 就是这个是阿含 贯彻般若的思想 好 般若同学 就是会的意思 为什么会叫般若呢 我们回去看他的梵文 就是跟Prashnia有关 来我们看一下 般若 同学 抄抄梵文 OK 会播的 就是来自Prashnia 可以抄一抄 同学 如果是 我们看了 当时中国 这个波瑶 这个Prashnia 它用波瑶来翻 你觉得当时 他们唐朝用的是什么语言来的 Prashnia 波瑶 通学你们读到 我们现在用普通话读这个 波瑶 跟Prashnia 靠不靠近 不靠近是 差得蛮远 对不对 好的 这边有客家人吗 举手一下 客家人举手一下 有没有 OK 修宴跟思琴 论清 来论清 也是客家人 请问这个字 客家音念什么 师傅 我是客家人 但是不会讲客家话 哎呀 真是的 来请 翠碧 这个字 客家话 你念什么 Ku decision wh Laur 她跟谁 所以就这个缘故 同学,如果你去先追查 当时唐朝不是讲普通话 应该是讲靠近客家话 怎能证明呢 同学你的佛经 你会客家话 你用客家话来读 它更加顺的 用客家话来读 不停 我们现在读的这种是普通话 普通话是后来的语言来的 现在讲的普通话 所以这就是一个语言有趣的地方 来我们再看 所以这边就是一大段是说 应顺导师就是主张这三个系统 然后这三个系统我们认识了的 那么他的老师就是 太学大师比较主张正常违心 那同学你也感觉正常违心思想比较靠近 比较容易让你理解 那么信空为名是应顺导师 就比较主张这样了 他是相关不同的经典 有对他进行就是描写的 好来 接下来就到下一段 请医术读一读好 事实上 不管你叫他什么名字或放在什么地方 玫瑰花总是一样的香 鲁经读大德的左盘右捏 乃是为了使人更加明白佛法的内容 和研究的系统与方法 若要修学 凡事走上了路 法法皆通灭盘城 因为佛法只有浅身偏缘之别 而没有好坏是非之分 浅的是深的基础 深的是浅的进展 偏的是圆的部分 圆的是偏的全体 然从研究上说 必须脉络分明 所以要左盼右捏 不过到此为止 我们应该注意 中国的大乘霸宗 已经归纳成了三宗 霸宗的门户 应该不复存在 乃至大小乘的界限 也当一律铲除 逼使整个的佛教 重归统一 如果尚有什么人 要做某宗某派的 孤臣孽子 希望成为某宗某派的 第几代祖师 那是没有必要的事了 时事上 历代高增 未必就是某宗某派的 第几代祖师 徒有法卷 松手的所谓 是法蒙人 也未必就是 有正部的高身 至于大乘与小乘之别 之分也根本不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欢迎 中国人说他们是小乘 他们也会说大乘非佛教 这种分和饮水 而彼此轻视的局员 谁说是合理的呢 艺术你是当老师吗 是不是 我曾经 难怪 没有因为你知道 在前 就是念词的时候 念的时候 我们讲了什么 自证员腔 你是教小学中文是吗 有 难怪了 真的不一样 同学你们听得出来吗 他当过老师 念出来的有点像波音源 这样子 自证员腔 不好意思 果然不同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阿美加财政跟秋花 如果是可以的话 你们要亮相 上课要看到人比较好 除非你不得已 才说不亮相 好 感谢同学 那同学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讲什么 他讲 在佛教里面 又分什么 星空为明 正常为心 为什么他要这样分 同学他这样分是主要就是 方便我们进行选择 你才不乱 所以同学跟刚刚我们分析了 你已经选了吗 多数的人都会比较喜欢正常为心 因为他的讲法让你容易明白 ok 那么他说 其实这个判来判去这样子是 主要是方便我们进行选择罢了的 那么到现在 八大中派其实已经不明显了的 对不对 同学你看了 在马来西亚 镜中还看得到 对不对 剧社中哪里有看到 三论中哪里有 禅中也不大 禅中有但不明显 只有镜中是最明显罢了 其他中派没 像慈激 同学 你觉得慈激啊 是比较像八大中派哪一个派系 还是感觉全部都不是 阿荣顺 你感觉如何 比较说慈激将会不会是八大中派 没有各种相谈 我个人 因为我也有做过参加慈激的志工 比如三宝分类样子 都是比较偏于慈善的 对 所以完全没有八大中派的影子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可想了 直到现在 尤其是像你们佛教会去参加佛教会 也没有八大中派的影子 学生是什么都学 很广泛的 所以即使是佛光也好 也是法国也好 都不大明显八大中派 所以同学看到朋友 现在八大中派其实也不明显了 那么关于小秤跟大秤 哎呀同学你们小心 你们如果是个南传的人在一起 不要讲别人小秤 小秤是哪来骂人的 因为小秤是指 Hina Yana 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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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ilation 你知道吗 那是侮辱人的 所以不要用小秤 我们称他们为上座部 Tera Vagia 因为一般上我们称他们为 Hina Yana 他们都讲我们不是佛陀 Not Buddha Saying 我们不是佛教的传承 所以也是没完没了 都谁知道吗 所以就这个缘故到现在为止 这些界限已经没有了 那如果你有听说某某人拿到什么发法券 第几代祖师是属于 其实也未必是有证悟的 所以可想的是到了今天这个局面 这些划分已经不见了 至少马来西亚已经不大明显了 应该马来西亚比较明显 应该都还是南船北船藏船 然后南船北船藏船 不过在二地的学生 我们是一个人跑两个以上到场的 二地是这样的 你找不到说一个人 Royal customer 没有的哪里有Royal 一个人他跑两个偷笑 他没有跑三个四个五个已经偷笑了 不信我们现在问这边就知道 谁跑两个或以上到场的举手一下 至少你跑两个的 一个 两个 三 四 看到没有 四位 那么少 我二地全部每个人跑两个以上 你们那么好 所以可想的知 他可能又跑南船又跑北船 像佩宜女士又跑南船又跑北船 对不对 这样你会不会精神分裂 去到南船 他如果讲北船不好 北船又讲南船不好怎么办 那边的信徒 师傅 不会 不会 所以不会精神分裂 不会 不会 师傅 好 那就最好 那么 因为有些人会就是 会被弄到很乱 因为互相批评的关系 可能也真的是在大马 我们已经开展了一个新的局面 大家可以容设得到 这样子 所以像师傅二地这里的经教 你们知道吗 师傅这里的level 6 level 7 用的是南船同一部的论点来的 我没有用北船的 反正用南船的 所以其实以往都是 南船都讲英文 没有我是讲中文 那我教那些经论都是用中文的 然后过后我们这边又持州 又有北船的性质 但是师傅这边又没有超都 又不大有做超都法会跟起伏法会 所以在性质上 我们已经跑出自己一套所谓的马船国教了 就是马来西亚的传承 就是它中和南北藏传的优点 开展出来了 所以同学 以后也没有南船北船 是马船 马来西亚传承 我们自己的一个格局来的 师傅 梓琳这里 在我初初学佛时 因为是在大学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方 不是 学佛路上都大概会穿插 请南船师傅 也请北船师傅 我们也去南船的静坐板 也会去北船师傅的静坐板 所以我觉得现在马来西亚 就很像师傅说的 比较马船方式 不会这么 对对 这个是我们自己本土的情况 这有点像当初在中国的 世仇指路那一带 世仇指路那一带 也是很多种族 很多宗教杂居的 他们的拜火教 你知道吗 他们在石头里面看到拜火教 就是看到火 看到佛陀在一起的 就是拜火教的人 他又学佛 他又是拜火教 他两个合起来 所以我们这边的情况 也是合起来了 所以我们这边已经不是南北藏船 是真的是马船 自己的一个格局来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边又有其他同学 又念咒语 所以二地师又念咒语 又有安波念 又念阿弥陀佛 所以这边已经是真的是 全部合起来了的了 好来同学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接下来是最后 还有两段 来我再找一找 请贵枝读一读了 贵枝你有开麦吗 有有有 当然对于一个出进佛门 或将进佛门的人来说 几步点的选择是必须的 以我的看法 出出道的比丘和比丘尼 应该先学生尼正义 但却不必就入正中 我能学佛在家居士 应该专心念佛 但却不必为人争 争土中 也不必就是念的西方阿弥陀佛 尚有都帅类 愿的弥勒佛 东方的药师佛和阿弗佛 阿弗佛等 如果是以邪术思想的态度来清净佛教 那般波罗空与世 为世有两大产 都是最富化解价值的保障 好感谢您可以关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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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您可以关麦 好感谢您可以关麦了 来同学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先了解佛有好几个选择 第一阿弥陀佛 听过也知道阿弥陀佛的举手一下 OK 所以相当多人的 药师佛听过也知道的 请举手一下 也是蛮多 OK这两个蛮多 OK 弥勒佛也听过也知道的 举手一下 弥勒佛 OK 三个佛 同学一模一样的多 阿弗佛请举手 少了很多 好来同学这三尊佛 对不对 基本上来讲 如果是你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年老 需要学佛对不对 是会念佛比较容易 因为他很简单 就一句佛号 他那个佛号 他可以静得心下来就是禅定来的 然后过后 像阿弥陀佛这样 尤其是往生 其实师父蛮喜欢用西方净土的法门 毕竟是因为 第一就是如果他可以做临终住念8个小时的话 他其实不会太难 可以让实者念到身欢喜心 脸拜微笑往生 不难 在二地至少有三个个案 我们二地 然后我们有同学是搞住念团的 他讲多数有学佛的都可以成功 那这种念佛念到他有笑容的成功个案 会令到家属很有信心 所以同学值得推广 不过也不一定是阿弥陀佛 念药师佛 即使念 阿弥陀佛 即使全部的人一起打坐都一样会有效的 按按理来讲 所以同学一般上 师父比较喜欢用西方净土的世界 因为如果是有住念 他的家人很容易放下他 那么他想到老年人 尤其是生病的人 在病床那么痛苦 那现在去了西方净土的世界更好 他很快可以达到心理的治疗 所以师父本人 对于就是年老和多病的 还有葬礼 用西方净土的世界师父比较鼓励 那么至于 东方药师进土多数人想到跟病比较有关 那实在是也跟他经典里面记载有关 除了病有关 好像现在这个COVID-19 很多人失业 或者是有惹到官非 同学这个也是可以大派用场的 就是关于这个东方流离净土 因为他经典有记载 就是可以减少这些官司的等等的问题 所以鼓励同学你可以用这个法门 这样子 钥匙佛 那么弥勒佛的话 是跟未来佛有关 那这个的用法就比较难说明 都是可能想到 未来是你一心一意 可以像 希望跟弥勒佛一起成道 才选这个佛 这样子 所以他说 年老的人可以学这些法门 不过我在看来我们这一边 有蛮多是比较年轻 就是60岁以下的 来我想知道一下 这边60岁以下 是因为这边又暴露在南传 所以我们也有同学是修 那这些法门是偏难传 这些知识分子又比较喜欢的 然后至于咒语 他也没有很明显 界限的 所以基本上 应该要鼓励如何修 你们这批人 应该就是 由你个人的意愿来做决定了 一位同学当你上完学佛 第一步跟成佛知道 基本上经典你可以自己阅读 你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 OK就可以进行选择的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的 已经选定西方极乐世界 你自己本人举手一下 要去西方净土的 哇 佩妮那么年轻 哎呦 慧妊 四期那么年轻是西方净土 真奇怪 OK 秀真年老的 OK 还有自秀我看到 OK 这很明显 还没选定的举手一下 你还不清楚的 OK 一个 两个 三 哇 多数没选定 同学看到没有 你多数没选定 好 不急 那你就多了解 才来去选定 一位师傅 这一边就是要培训给你 让你有能力自己去了解各种的经论 这样好 好 来同学 接下来还有一个功课 又是给同学你做选择的 就是这几个法门 就是这几个法门 请去wiki一下 好 要师佛 阿托佛 弥勒佛 请你去wiki一下 好 看一看 就是那个对得到你的口味的 这样子好 好 所以这是第三类功课 第四类功课了 好 接着下来就是 还有就是22分 好 我这一段蛮大段下 好 同学 这如果蛮大段 师傅就这里停了 好 那么呢 在下一堂课的时候 师傅再进行继续 因为你们蛮多